小朋友开心的画出一张张图画 不过这些图有什么特别的呢 原来是先运用画线策略 帮助学生找出文章重点 接着再以摘要策略 指导学生摘要文章重点 最后再把文章摘要 转换为自己的精致图像 让他们更快速的把东西记在脑子里 就让学生知道说我学习的目的性而在 然后这样慢慢的他就可以培养说 他的一个自学的能力 我知道怎么样从学习过程中如何去抓重点 那重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怎么样去做好掌握 那我该记住的这些重点摘要内容 我如何快速有效的把它记下来 强调学习方法 补习班业者指出 学习力有六种除了创造逻辑力以外 联想和观察以及专注力和行动力都很重要 好 用文字的方式它通常记不到10%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图像思考的方式呢 帮我们把重点抓出来 然后逻辑这些呢 我都用线材的方式去连接掌握好 然后我再把它转换成方便好记的图像 我就可以把内容记得更有比 这个在短时间之内家长会看到它好像会有点改变 但是呢 最后如果它后来没有一直去运用 没有一直去运用 那它只是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学到一点点的方法跟技巧 直接来比一比市面上的记忆训练 有的强调23小时能毕业 然而教学方式还是各家的费用也稍有不同 相同的是 业者都强调这种记忆学习 要小学4年级以上的小朋友比较合适 补习这件事情如果考虑到小朋友 儿童最重要就是要看他的年龄 看他的发展 千万不要样苗助长 给他太多的东西 他没有享受到成长中应该有的快乐 市面上补习班上哪种孩子适合哪种学习方式 或是自己找到自己的读书技巧 是否一定得花大钱去补习 还是见仁见智 欢迎新闻送了报告